我知道 你虽然不待见白汉人 我虽然穿的是白皮 但我的心是红的 来 我敬你一杯 来 好啊 心是红的就好 你们来之前 我孙媳妇就跟我说 说你们中间有个 白皮红心的汉人要来 来 来 好 好 快请坐 阿团嫂 派请我们的客人 挑起舞来啊 好好地款待我们的客人 好嘞 姑娘们 姑娘们 过来过来 快来我们叫客人们 一起下去跳舞了 来 来 一起吧 一起 去吧 牙子 跳舞吧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走吧 去吧 牙子 去吧 来吧 去吧 快去 快去 都去吧去吧去吧 去跳舞去吧 tesely 你们快去啊 去跳舞去去去去去 快来一起跳舞去 来秀儿秀儿过来啊 这是你的菜呀 是啊 你也一起下去跳舞吧 好 我 我 来吧 来吧 完成你大队的 来吧 来吧 来来来 去去去 来吧 来吧 来 行 走 来一下 爸 爸 爸 好 我 爸 放心 不必有一点儿没事 没事越好 没事越好 我凡行كم торов开 干嘛呀 没事 兄弟 明天咱们再喝啊 没事吧 有点沉 没事 好了 你们回去吧 好好好 谢谢阿飞 你还不如我呢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欢快的歌舞 甘甜的美酒 熊熊的篝火 是刚刚经过浴血泊沙的小分队队员们 暂时忘却了战火和硝烟 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 爱情之花将不可遏制地破土 仇之 绽放 不敢让你爱的人 看到你现在的身体 不敢让你爱的人 抚摸你现在的身体 别过来 别过来 不要杀了 别较了 你叫什么 你去你去你带来 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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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去你去喝酒了 我去喝酒了 今天这酒喝得痛苦 你肉做得脸做得好 你干啥呀你这是 你个老东西 你说咱俩都长时间没见那儿了 真老狗东西见面就让我背 我背你 我吐吐了 我吐吐了 小样 吐吐了 自己先被吐吐了吧 你们是没看见啊 老火叔看到阿宽嫂那眼神 那就一个直溜溜了 咋子呀 我们怎么没看见 我们都看见了 刚才啊她在上面 看阿宽嫂那个眼神 那简直就 那哪叫直溜溜啊 那就是贼溜溜的嘛 我贼溜溜怎么了 没看别人家的媳妇 看没有男人的女人怎么了 不行吧 我问你小的 你说说 你这不算犯纪律吧 不算 你这哪算犯纪律啊 这不就得了 那俺看看怎么了 不行吗 那你打算 在这儿看一辈子 等完成了这次任务 如果俺还活着 俺还真就准备 看她一辈子 怎么呢不行吗 行 太行了 那你就这样 任务完成之后 你再回到这儿 把阿宽嫂接走 她是不会再来了 在这出发之前呢 她都磨磨唧唧的 中途还养六号 她能再来吗 来 再有任务回江东 俺一定来 这次俺是不知道 有这档子好事 要不也用不着 老雷她前俺演员逼着俺来啊 俺自己就来了 俺说正经的啊 俺是真心疼秀这闺女 跟俺闺女走的时候 一般大 喂 阿根手她们 给我们送被子来了 不要 不要 好 晚上凉 山里有寒气 身上多大一点啊 谢谢 特别是你这老头 喝得该严实了 谢谢刮 谢谢阿宽嫂 你叫啥嫂啊 俺比你小 那不更合适了吧 老火叔啊 姚载可是有规矩的啊 用银酒杯碰杯 那算是定清 你乱抢银酒杯碰 当心走不了 走 走 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 不想走 这才抢着碰银杯的 可惜 俺没 俺没碰啥 那你看下谁啦 小妹 俺明天还有 再碰银杯的机会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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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呢 你哥和杨志导演 在外里商量事 是吗 何复明的事啊 真是难为你了 又要甄别 又要应付随时出现的危险 谭主任说 你比我成熟 这支队伍 你带比我更有优势 现在看来真是不佳呀 要是换成了我 我早毛了 不过柯复明昨天的死 我确实没想到 前两天 二牙再问过我 他问我 对柯复明的怀疑犹豫过吗 我说 我没有犹豫过对他的怀疑 这一路上有许多一点可以证明 给后面的敌人 留下我们行走的标记 包括敌人 遇见我们不进攻 引着我们向雷口关走 朝大海开枪 灭口跟踪的特工等等 甚至他 坚决要求留下来打阻击 我都知道 只是为了 跟后面跟踪的影子接通 这都足以说明 他就是敌人 安插在我们小分队的钉子 可是我 一直有些扣没有解开 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我经常看见他的眼睛里 有一种忧郁的泪水 这种泪水 更像是一种 从心底发出的哀怨 一种无法命创的应证 现在我有些清晰了 昨天 他向敌人冲去时 喊的是换我儿子 怪不得每一次提到他儿子 他就会流泪甚至嚎啕大哭啊 他没过我儿子这一关呢 也是说 第一人拿他儿子当人质 他垮了 还能有什么解释 有时候我们自己无所谓生死 但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 是啊 所以你 不愿意巧妹子跟着你 您他还是不愿意的 他怎么能够悉了 兄弟子 不愿意地帮你 好开心 老婆 好开心 不是 你没跟他说呀 昨天晚上本来想告诉他来着 不过看他那么高兴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也真是奇怪啊 你们俩之前也没见过 他怎么就知道你是 药武 昨天药武见到巧妹就跟他说了 这孩子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对我了 在这儿昨天晚上搂着我说了一宿的话 我跟他说了咱们女儿的事 他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我也跟他一起哭 那什么 就别嫂妹妹高兴了 今天跑了一天 这脚脖子都酸了 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也早点睡吧 来 来 来 武龙 武龙 你们要去香江西岸 我去哪儿 你现在需要人照顾 就让巧妹子陪着你吧 等过了江以后 就干净了 找个干净的地方 把孩子生下来 我根本就没怀孩子 我根本就没怀孩子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怀怀孩子我自己还不知道啊 那 那可能是大夫搞错了 是静贤说谎了 她 她说谎了吗 她 她说谎了吗 你也说谎了 我说什么谎了 静贤总之前说过的话 她既然说谎了 她不可能告诉你 让我找个干净的地方 把孩子生下来 不是吗 她说谎了 她说谎了 她爱你 对于陈俊颜和张月霖 以及雷武龙和水仙 两对苦命的眷侣来说 这个夜晚的确是莫大的煎熬 原来最远的距离 并不是多年的失散 而是相见 却无法相守 可能是你 不贵可以�ố和张月霖的天 那是不准的 不准记得了 有没有 证人啊 你不是说话 这个 vom 那儿是个小孩 证人啊 那我去看着 那你出了衣服 这儿是什么 水要是凉了 我再给你加热水 不用 你走吧 我自己会加水的 看你紧张的 当是女人 也不敢脱衣服啊 不是 我 我不习惯 不习惯 都是女的 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真的不习惯 你还是走吧 我自己来 那 那好吧 多泡一会儿 那我走了 我走了 我不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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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改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命令全部 分散守住姚寨乡所有下山的路口 是 派的人也太少了 就这样吧 姚王爷爷 咱们这个姚寨乡啊 有几条下山的路 两条 一条道就是峡谷之道 进出上下都有此道而行 下山后四通八达 还有一条是寨子后面的小路 陡峭难行 但下不到山底 直接连着旁边的东山岭 要想真正下山 还得翻过东山岭 你们放心 前后两条路 都有人把守 布满了机关阵 白汉人休想上来 你们在山上好好休息 让他们在山下等着吧 等到没吃没喝 不耐烦了就走了 现在不耐烦的是我们 我们要急着下山过江啊 而且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在山上 否则姚寨乡 会像七星寨一样 受到牵连 我们本来昨天是想 直接过江的 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上山打搅的 哦 是这样啊 现在来看望爷爷 本不是时候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啊 我们会专程来探望您的 爷爷 山口一个白汉人军官 要上来拜见爷爷 就他一个人吗 还有两个跟随 那个白汉人说 昨天有所冒犯姚寨 今天他特来致歉 你告诉他 小年之日不回客 要过了明天 我接待 是 爷爷 小心点儿 看来他们又回山口了 万一我们在窑窄乡 想来探探虚实啊 我们必须在他们 没有确认我们 在山上的时候离开这儿 走前面峡谷去湘江 大半天就行了 如果你们走后道 还得翻越东山岭 那得走一天一夜 才能到湘江岸边哪 前面峡谷峡 敌人堵在那里 看来我们只能 舍金球员走东山岭了 谭主任给我们传达 他宗江总部的命令 事实上我们必须 在十五日之前 抵达通道 现在还有三天 过了江 要有一天的时间 才能走到通道 如果遇到足迹 时间不可限量 下边的人听着 姚毛说了 眼尖不会外人 要来明天以后 他热情接待 明天以后 瑶寨想将是一片火海了 那我问问 山上的汉人 什么时候下山 不知道 我们山上就没有汉人 你们今天会我 就是三个人 明天会我 就是几百个人 我怕你们姚寨湘 招待不起 请 告诉你 这是最客气的警告 别说百人 就是千人来了 我们姚寨湘也接待得起 恐怕到时候 你身后都是火把了 你们想下山都下不了 赶快走 好 再不走 下一届就把你的 星河树连着了 你可就走不了了 走 如果是这样 那你们今天晚上 就启程 明天早晨就可以 到东山里 然后到西安 我让巧妹子 领着你们拜见秦七爷 请秦七爷 帮你们背传过江 爷爷 秦七爷还管着 湘江两岸的船运 是啊 秦七爷把握着 湘江两岸的船运 他会有办法 把你们送过江去的 那就太谢谢您了 黄昏的时候 我叫一帮妇女 在前面先行 给你们探个路 妖民出山哪 白汉人是不会注意的 太好了 谢谢王王爷 谢谢 报告 贵君四十四十电台 再来电文 这帮姚民 以峡口山寨为考山 这口气大的 是大的跟我 萧少白似的 部队留守山下 萧侯便庄 速来到县一品查射 张 衛车 是 刚才啊 我在一面墙上 看见了一张 私里边的布告 看样子是解除了 对我们的通缉了 我们剿匪 倒成了被通缉的对象了 昨天早晨 我袭击了贵君的 机要车队 杀了二十几个人 其中有四十四师的 忠孝参谋长 少白啊 我 我看你姐子就是个疯子 十多年前在汉口 我就是街头上的一个小混混 靠着偷鸡摸狗 勉强度日 直到有一天 当地堂口的一个老大 把我最好的一个兄弟给杀了 我想替他报仇 可当时呢 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就畜心结律想尽办法 我混到了这个老大的身边 直到有一天 我找到了机会 趁他喝多了 我把他杀了 后来他儿子要杀我 我把他儿子也杀了 再后来我杀光了所有跟我作对的人 我成了老大 我肖少白这一辈子就好两件事 一是女人 二是杀人 你可真够狠的 现在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世道 遍地都是疯子 你要想活下去 只能比他们还疯 张副 张副官 来来来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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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茶 根据你们电报说的情况 陈俊颜和贡俊 不可能逃离那个地区 是的 他们上了东山摇寨乡 今天早晨我们试图上去 但是被姚民挡住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应该还在上面 如果周边没有 那他们一定在摇寨乡上 不过 那个地方比较难上去 机关暗大是防不胜防 连贵俊都很少去惹他们 是啊 昨天 昨天我们就被挡住了 不过没关系 既然知道他们在上面 那一切都好办了 咱们上不去 他们也不敢下来 是他们急于过将不是咱们 所以看谁耗着过谁 离中央总部 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 只有三天了 按路程只需要两天 但是敌人 是不会让我们顺利的 一旦收到阻击 别说三天 就是四天 五天都说不定 所以我要求大家 要不惜一切代价 按时完成任务 在我们 执行这次任务的 近十三天里面 我们付出了许多的代价 憨主任 我们的朋友 傅通团长 柯复明科长 等数十位同志 还有 药物兄弟的护卫军的同志 还有帮助过我们的许多人 他们中 有的尸体被掩埋 有的 还在战场上躺着呢 我们现在活着的人 就是要完成任务 才认识 他们所付出的牺牲 没有败 也是对他们 最好的高位和安抚 下面 有老雷给大家分配任务 有十几天没有听到 架道员的鼓动了 听得我还真是有点 那 那什么 热血沸腾 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热血沸腾 就冲你说了这么准确的一句词 我先分配你的任务 所以你的主要任务 就是紧紧地跟随陈俊颜 说白了就是替他挡子弹 先前你做得很好 陈俊颜没有倒掉 没有中过弹 这都是你的功劳 从姚寨厢下山有多少条路 根据我们的观察 和地图上显示 应该就是一条路 可是呢我们的警戒线啊 拉得太长了 不可能只有一条 而且那么大的山 你们的警戒线 根本围不过来 姚寨厢后面连着的是东山岭 那儿虽然离姚寨厢很远 但是一样可以下来 今天黄昏的时候 全队出发 我们从姚寨厢的 后面的小道下去 走通山岭 然后明天凌晨就能到 直插新安镇 从那儿渡过湘江 到了湘江西安以后 直奔通道 这个就是我们行动的路线 现在我开始分组 第一组由张连长带领 随行人员二牙走 随来 你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紧紧地跟随陈俊颜 另外水仙和巧妹子 也跟着你们走 遇到情况马上就跑 远离战亡越远越好 过江的时候 你们坐第一条船 掀起过江 共军最终的目的是要过江 要过江他们一定得下山 峡谷口我们躲着他们下不来 那他们一定会找其他的路下来 而且不惜走远路绕大圈 所以东山岭一定得防备 可是东山岭那么大 别说我们一个加强赢了 就是一个团他也围不住我 找你们两个来道歉 就是想上了这件事了 第二小组 又有跟老杨带领 随行的人有 要武 大喊 大顺子 郝磊 还有曹三 李进 江东俊 以及小弟 二狗子 我们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打掩护 该阻击的时候阻击 该冲锋就冲锋 该断后就断后 总之 我们要为第一小组 杀出一条血路 没点案呢 是不是把案赖了 林医长 你 你不会是想把案留在 腰带箱吧 你就别跟我们过江了 留在这儿跟阿宽嫂过日子多好 郑长 掺掺 去你的 不可能有这种好事 刘老虎要不过江 林医长不会把那爷爷还给案 心里明白真是把案漏掉 现在就说你老虎 姚王爷爷为我们安排了一帮 姚寨乡的妇女们 提前下山打探敌情 由你带队 有阿宽嫂吗 杜主任说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陈俊颜和共军过江 当然 共军讨几个无所谓 关键是陈俊颜 这个人的存在 对咱们CC系十分的不利 所以杜主任希望我们利用一下王湛斌 王 王湛斌 怎么利用 有你们两个出面了 去敲打敲打的 第一次是此时出笔 我们出面 我们现在正被通缉着呢 我们去那不送死吗 是 虽然我已经劝说王湛斌撤销了对你们的通缉 不过他现在仍然恨你们入伍 别说抓你们 杀你们十次的心都有 张副官的意思是 利用私放陈俊颜这件事情 敲打王湛斌 师座 中央搜索队的萧队长求见 萧少白也不要浪在他 是 还有副队长侯国民 他们还敢来见我 我也挺奇怪的 好 太好了 送上门来了 省得我满世界通缉他们 让他们进来 是 美人 好 做好准备 随时扣人 是 是 报告 中央军营救大队队长萧少白 副队长侯国民 拜见王市长 拜见 是来自首吧 卑职不解 师座此话何意 不解 张副官 走 给他们宣读通缉令 是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八十 我市运送基要文件的车队 在承家湾被袭 车队二十三名官兵均遭枪杀 无疑幸免 根据现场勘查 行了 张副官 不用念了 我都明白了 看来师座是误会我们了 我们也正是因为此事 特意赶回来的 赶来 从哪赶来 姚寨香 东山姚寨香 师座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早晨 我们营救大队奉命 启程回玲玲 途经程家湾的时候 听到有枪声 起初我们并没有在意 因为枪声 是以重机枪为主的单一射击 不像是在战斗 我们当时以为是贵军在演习 当时 也没想过是共军 因为共军的小股分队 不可能会有重机枪之类的武器 枪声数分钟以后停止 还是侯副队长提醒我 要不要派人过去看看 我就派了一辆车过去 结果到了以后发现 大量的贵军士兵 躺在了血泊当中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 山坡上的共军 你的意思是 共军袭击了我的车队 是的 给我编故事是吧 把我当三岁的娃娃 师座 卑职不敢 共军有中机枪吗 他们抬着那么重的玩意儿 翻山越岭 是的 就跟开始我们没有想到一样 他们确实是有中机枪 是我亲眼所见 共军有多少人 不少于十个人 而且 就是我们安排内线追踪的那批共军 前几天 我们与内线失去了联系 和谁撑翔 他们在承家湾一带出现了 师座 共军过来的小分队 确实一直在分成两队在行动 是的 当时我安排内线 把共军小分队引到去儿山附近 在那里将其一举监定 可是贵部一旅的张希寿旅长 要求他们去伏击 谁想到他们在伏击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运送陈俊延长官的那股共军 在与之交战后 陈长官被救 送到了贵师部 我们得到消息以后 上报较走 前天晚上我们接到命令 撤回零零 谁承想又被这股共军耽误下了 你们说你们刚从东山摇寨乡过来 你们去那儿干吗 我们的大部队赶到承家湾以后 与共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并且很快掌控了局势 击毙了一名共军 缴获了这个文件夹 这里边是机要文件 我想应该是共军袭击贵军车队是拿到的 而后 共军溃逃 我们一路追踪至雷公陵附近 昨天黄昏 我们在雷公陵 再次与共军展开了激战 没想到的是 我们竟然意外地看到了陈俊延陈长官 而更意外的是 陈俊延陈长官竟然向我们开枪 并且随共军一起逃到了雷公陵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赶回来 想跟王市长求证一下 陈俊延陈长官 不是应该在贵军的师部吗 怎么会和共军一起跑到了雷公陵呢 我们想请王市长 给我们个说法 好 好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根据南京将陈俊延送至南宁的指令 安排他于昨天早晨启程 背袭的车队就是护送他的车队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陈俊延辩解在先 投靠了共军 在去而山被困的时候实属无奈 假意回归 前天在道县街头所谓的刺杀事件 实际上是共军冒充中央军 被他的一次营救 当然 因为我们有所警惕 所以营救魏公 于是之后 他们又采取了在成家湾 伏击车队这个事 之后陈俊延和共军一起逃逸 出现在雷公顶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对呀 我们赶到的时候 枪身已经停止了 很显然陈俊延已经被救了 这 这不都清楚了吗 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清晰 那我请求 施作给予我们增援 我们必须要将 投敌叛党的陈俊延升至于法 必须要将共军的小分队 全部歼灭 这东山摇寨乡啊 想上去可不容易 那姚敏一开打 那可是一胡百应啊 为了几个区区共军 大开沙街 我怕是将来这地区啊 没法管理了 我知道东山摇寨乡的地形 那里是一手难攻 我们请求支援 也只是为了围困 我们只要封锁住东山的 所有的要道出口 就可以置他们于死地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营 兵力十分有限 无法完成全面围困 这也是 我来找施作的主要目的 施作 上次陈俊颜被劫 与您没有任何干系 可这一次 陈俊颜是从您的事部离开的 逃逸之地 又是您的房区 如果真的下了山 过了江 您负不起这个责任